当地时间10月29号 欧委会公布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裁结果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 中方注意到欧方发布的公告 中方多次指出 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 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合规之处 是以公平竞争为名 行不公平竞争之时的保护主义做法 中方对裁决结果不认同不接受 以就此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诉讼 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同时中方也注意到欧方表示 将继续与中方就价格承诺进行磋商 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话磋商解决贸易争端 也一直在为此做出最大努力 目前双方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新一阶段磋商 希望欧方以建设性态度与中方共同推进 按照务实平衡的原则 相互照顾核心关切 尽快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避免贸易摩擦升级